大家好 我是Warkis 歡迎回到全面戰爭三國 今次的戰法是會加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因為這個概念很小 一直都在想做不做好呢 但我覺得 弄戰法篇應該盡量拋掉所有東西 沒理由覺得小就不做 所以 今次就是這次 迫退遠程單位 首先這個情況要怎樣用呢 首先第一就是 別人的騎兵要一系 就是在邊位 或者是比較後的位置 以來就是 弓箭手要站在對線的前面 變成 很容易會形成一座弓箭交換的情況 就好像這一場 我們加快一點 你會看到 我用四對北海之路 再加兩隊二用功兵 就對著他四隊的重路兵 其實北海之路應該是會贏的 只不過就是我想 將北海之路的數字 保留得更加多 你會看到我這個中間 有兩隊的 有盾劍的騎兵 就在中間這樣衝出來 這個二用功兵吸收了所有的彈藥的時候 加上騎兵的衝鋒 你會看到 別人的騎兵很後 我這下的衝鋒就直接迫使到 他的老兵要向後退 就形成 只有我射他 而他射不到我一個名 你會看到我這裏 衝完之後 其實向後兜 我的優勢已經砸出來 你會看到 這裏已經崩潰了一隊 這裏又崩潰了一隊 這裏你會看到 他只剩下兩隊重路 但你會看一看 我的北海之路 是一個人都沒有死 又在這裏加上 集中火力 集中射擊 你看到對面還在射我的 我的騎兵 因為他有盾牌 就變成 他可以頂多一陣 你會看到 第2隊的重路 這裏應該是第3隊的重路兵 已經崩潰了 一邊只剩下一隊 在這個時候 我就完全 就憑著 少少的 義勇工兵 作為獄盾 再加上我這些 劇兵衝鋒 逼退了他的 遠程單位 由現在開始 就變成了 我單方面的射 他 就已經是逼到 其實他現在 除了向前衝之外 就已經沒有什麼選擇 你會看到他這個時候 其實已經 有點亂了 因為他都不知道 做到什麼了 有兩隊重路兵 現在回來了 但是他人數已經不是很多 這件事我們不可知道 集中射擊 將這些 很貴的倉龍軍 也都射到半死 這個時候 你見到他的騎兵 沒有旁邊護寒 就變成 就形成了 是我的 我這些西梁鐵騎 就可以找到這個機會 直接衝鋒 這個跑緊的 步兵 成為致命的傷害 在這裏就是 剛才的 兩隊的盾騎 吸引了他兩個將軍 這個時候 其實因為 這些盾騎 其實他有一個盾牌 再加上 其實他們 只是普通兵 不是將軍 你見到 我就把索瓦不可知道的攻擊 都射下去 來 趁機削弱他的將軍 那這裏 你見到 我有大部份的騎兵 再加上 你看 我造成很大的破壞 但是我的將軍 還沒有參戰 在這個時候 這個西梁鐵騎 在 這裏擋住了他的 將軍之後 你見到 呂布 再衝入他 就形成了 間接的鐵針箭 那這裏 又來了 嘩 這樣直接 他這些黃天衛 幾乎無效化 我用貢刀 是用這些黃金的 長槍兵 這班長槍兵 你看看 就是有盾牌 大家都是 450元的情況下 他是會勁過一般的義勇 那 這裏 因為我的騎兵給了更多 就free up 了更多的情況 去做這些針自出 在這個時候 你見到他兩隊的重路兵翻揚 但是你見到 其實他每隊的重路兵 只剩下一半人數 他的攻擊輸出 其實也都會比較 降低 但是當然 被人直接射的時候 都會損失 但是其實 北海之路已經做到他的優勢 迫使用人家向前推 而沒有backup的時候 你就會見到 有很多的 鐵針位 讓我去打 那這個時候 你見到我的 騎兵 在這裏 直接這樣衝過去 就用來 阻止他們射擊 同時也都賣更多的時間 其實已經收工了 但是你也要見到 我這個戰局能夠得到 那麼順利 以及 贏得那麼多 就是我 剛才那一刻的 衝鋒 他把我的遠程優勢 進一度 擴大 但是 你看到呢 我這些盾 其實呢 做的事 不是很多 但是呢 他就令到 北海之路 殺了他所有的工兵 那 沒錯啦 今天戰法就是這個 但是 就會變成 有很多的 細節條件 可能就是 別人要站得前一點 或者是 別人的騎兵的數量要少過你 甚至是 兩側的 就變成你可以中路突破 去令到 別人有這樣的 情況出現了 但是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用的戰法 當你陷入了一個 遠程對決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 用這個方法 幫你賺到更多的優勢 那麼今天的 戰法教學是這麼多 祝各位大老母運昌龍 再見 再見